三缺一中产党 今次我們會談談清晉農藏盤 先由周顯特斯最熟的股市講起 最近比這間公司好像不太行 他說他還清債務 最初最高的價格是到何時 16.36元 一跌一跌到 最低的過剩,現在才買到四個多 如果過剩的話真的發財 過剩就不太賣到,應該兩個多有機會賣到 因為第一日收兩個多 三個一的時候都有機會賣到 因為第二日開三個一 其實我經常都說 那些股票如果全部賣到頭條 譬如就賣就對了 因為沒有很多宣傳,全香港頭條 全香港都說他大跌了九成 那麽多都會撲到別人來,博博反彈 但他的股價PK的原因就不關那個農場 我想如果農場盤的話 賣到滿堂紅會好些 我想股價PK因為股值太高 即是如果他現在這樣做 他去到五百億市值大概 五百億市值 即是很多內房股做得很好 只有百多億,百多億 你去到五百億市值 根本上他做得太貴 即是股值本身就不值 那你才會跌 那你股值不值 現在跌了百多億,即是跌了四分三 那現在好像合理了 我未看,百多股值 但我不知道,因為人家的名字是大跌的 是,大跌的那些都是股值高的 但我不知道他實際上是甚麼 但實際上我看他的PE 但PE有很多假 所以現在買就不要買這隻貨 先看定些 那你現在是白白市值 至少你不是極便宜 所以我就不知道,但我就不會買 好,但今天那個重點 其實都是講回他的農場盤本身 那幾樣東西可以說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要說 其實我有個中學同學 是有怎樣說的呢 我又免得揚了他的身份 但他有參與過那個批職的過程 他說這個職其實是很合理的 因為他有份去參與那個過程 審批的過程 接著我們其他中學同學就罵他 怎麼搞錯啊 這些職你都幫他批出來 你有沒有良心的? 怎樣駐人? 他就很冤枉 他就說 其實政府去批一個職 是只有三個條件 第一 就是通風和採缸率 如果他有日照和風口 可以做到空氣流通和有缸 這樣就可以了 廁所就算是黑廁 他都一定要有流通的通氣口 如果有通氣口 你可以沒有窗 但如果沒有通氣口 就一定要有窗 第三個條件 一定要有洗手盆 花灑 還有廁所位 是否坐廁 不知道 可能再省位 或是蹲廁也不行 但有齊這三個條件 政府基本上是所有的盤都批 我真的沒有看到蹲廁的身後 老實說 但大前提是什麼 很多人現在就覺得 第一件事就是 這些盤哪有人租的? 農藏盤買不值得 我分開兩件事 為何這次的農藏盤 沒有人買? 首先經紀人說 沒有人買 買得很差 市場人士說 這些這麼小的單位 如果你是正正常常做 這麼偏僻的地方去到屯門 市場人士說 兩方兩廳 你都更企理 你這麼小 你一天就在市區 這麼小的農藏盤 是沒有人買的 但如果你是市區的農藏盤 有人買 或者是 那個郊區屬於屯門 原來那些 你去到正常點 也會有人買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有很多人搞錯 現在農藏盤末日 辣米樓末日 死定了 辣米樓不是公益 這個我可能遲一下再說 但如果你有檢查一下 看到現在的黃區很簡單 我住附近利奧坊 他們的租都站得很硬 200呎 就租了15000-16000元 如果你15000-16000元 租附近這舊小小的房子 便租了300多呎 為何可以站得這麼硬 很簡單 就是因為有人居住 但利奧坊為何有人居住 他還有承托價 但是清晉就沒有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周顯大師說 我為何要住這麼窄 就是因為接近,我可以節省交通費,我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這是值錢的地方 人性化一點,如果我住在銅鑼灣,我回到家,不行 可以下街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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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如果我住在銅鑼灣,如果我住在銅鑼灣,我現在很想搬回去住 這麼大的Clubhouse,我可以扔骨,有甚麼所謂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分別,你住在銅鑼灣是一種交通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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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我才會貪貪他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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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因為它的價格是一個現在是新樓和舊樓的差異 你是賣新樓的價格 如果去到這樣的時候,我寧願買回舊樓 然後去到大大小小的 雖然很多人喜歡買新樓 但去到那邊的時候,大家就會考慮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說回剛剛批准的問題 那一定很自然有人會問 為什麼現在香港政府不去限制一個最低居住面積 你起到一個單位,一轉身落牆,轉個彎就是廁所 然後出去就開門就是了,比東京酒店還窄 你這樣說,你這樣說就錯了 因為曾幾何時兩三年前,大家還說為何建了豪宅 應該要去限尺樓,樓越細越好 我還記得《環保祝國》說 我們這個政府一定要在新賣的地方加入條款,一定要限尺 現在就是限尺樓 現在政府就是順應你們民意,你們的環保、左膠 大家希望你們這樣做,政府就是順應民意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諷刺 當初又是你們覺得樓建得太大,就被有錢人賣光 現在建得這麼小,就迎合你的要求 又不行,這麼小的人又住不了,很不人道 傻的才會賣 全香港應該劃一所有樓 無論新樓、舊樓、公屋、居屋都要400呎 這個是本土研究成的地方 我就這樣看,我覺得 為何劃不到最低居住面積 因為香港那群左膠,他們對於最低居住面積是沒有概念 其實很簡單,如果劃最低居住面積 我覺得320是最基本的 人均居住面積162,根本又不人道 但我當是,你當單位最低限度是兩個人住 一個人住320多居住,其實都不是很大 320呎的單位作為一個最低,不是最高 是最低的限尺樓 但如果一這樣做 你這個本土研究社說香港的地很夠,就站不住腳 突然間你就要支持填海 知道為什麼嗎? 不,現在要400呎 但如果最小是320,兩個人住是不是640 家庭單位應該要800至1000呎 那你就突然間發覺香港的地就要多幾盤 這個就是很諷刺的地方 有很多人說,為什麼香港要這麼多納米樓 是香港市民一手造成的 為什麼這麼說? 是香港KOL一手,教市民 令到政府造成 市民去授權KOL 而促成了這個情況 議員也贊成這群KOL 是的,所有都是一群共犯 為什麼這麼說? 現在這些時事評論員 甚至立法會議員 每次罵聲政府是什麼? 你那些落成量都不足 你一定要加大落成量 你才能追到房屋需求 他們永遠都不說樓面面積有多少 要幾個單位 總之要幾個單位 越多越好 很簡單 政府不就叫地產單商 你再加細一點 一個當兩個賣 一個當三個賣 如果你現在看近幾年樓宇落成的平均面積 我真的很有信心 其實拘捕前幾年說 供應一定沒有增加多少 甚至可能少 最後你就會發覺 我們要不起納米樓 我們要人有一個尊嚴的居住面積 甚至我們有一個滿意的居住面積 你就突然間發覺政府條數完全不合適 政府根本上的KOL 沒有人說過人君舉舉轉面積 因為他們沒有人敢說 大家亦全部都買這種人 因為市面上 意思是說 人蠢、議員蠢、KOL蠢 må你怎樣 當然 我是香港人 我不知道這件不叫抗爭精神 你是應該覺得現在香港住的很小 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 而不是罵 你起了那些八百呎的房子 就比有錢人住了 兩個人住五百多呎便夠 兩人住兩百尺已經夠了,為何要住五百多尺,住五百多尺都嚴世,這是什麼心態? 你蓋毫宅,拿地蓋毫宅 現在所謂的毫宅,只不過是以前中產住的單位,八百至一千尺 泰昆城現在變成毫宅,現在連四百尺都叫做偽毫宅 四百尺,在以前的角度來說,這些是中下階層住的地方 是比劏房好少少的小型單位,現在變成毫宅 誰是促成的?很簡單,雖然你經常見到KOL 你見到一些議員會罵政府,會否罵這些單位太小? 會否要求我們一家人,應該要住六百至八百尺? 結果就是由政府和社運政客KOL,合謀而成 不就是一個令香港住這麼小的原因 所以我最討厭窮人,至少你人窮至不窮 現在的人就是人窮至窮 最討厭人,你人窮你希望 我希望幻想以後住很大的地方 現在你幻想都不幻想 現在是罵你,你一個人住一千尺,怎麼搞錯? 你來不離地一點? 一個人住三百尺,甚麼都夠? 一個人住三百尺,甚麼都夠 一百尺,甚麼都夠 所以現在你香港討論政策有什麼意思? 下次再討論其他話題 字幕提供